大家早安 未来这周主要受到两波冷空气的影响 第一波就是在今天跟明天 因为受到强烈大物人集团的影响 像属目前发布的低温特报 主要针对的就是包含在苗栗以北地区 要提醒大家温度会持续下降 因此我们也预估在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 除了刚提到的苗栗以北地区以外 包含台中以北地区 东北部地区 还有金门马祖地区 也都会持续更新发布低温特报 请大家特别留意 而至于在低温的部分 我们预估在今天两天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的低温 大概8到11度左右 南部跟东南部地区的低温 大约在13度左右 请大家特别留心 而温度的变化 预估在周日之后 冷空气会持续的减弱 未来的温度会逐日再回升 我们预估在下周日的时候 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 尤其南部近山区的地方 甚至可能来到35度左右的高温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个温度上面的差异 而且在下周三开始 又有领波冷空气开始 逐渐的南下 到时候 这波冷空气我们现在预估 可能来到冷气团的强度 所以在周三到周四 这个高温跟低温上面的 降温的幅度 会有非常明显的落差 也请大家特别留心 而至于在降雨的部分 今天明天又会受到 黄南雨区东雨的影响 因此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 黄南雨区的影响之下 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 加大雨市的出现的情形 请大家特别留心 也因此如果温度跟水气 配合得了的话 我们预估在3000到 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在今晚到周日清晨这段时间 不排除有降雪的机会 也请大家特别注意 如果前往高山 要注意路面比较湿滑结冰的情形 另外在下雨的部分的话 可能在周六的下半天 开始逐渐的趋缓下来 到周日周一开始转 比较偏向零星火影封面 这些地方 预估在下一波 冷空西南南下的时候 也就是周三的时候 下雨的情况 也将会再度的明显起来 我们先从今天的卫星图 上面可以看到 台湾附近的云量开始 是比昨天逐渐的偏多的情形 中南部是有一些透光的情况 因此今天 在北台湾地区 可以感受 先是比较偏冷的情况出现 但中南部现在可能 因为都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温度相对来说 是比较温暖的 不过南来北往 要特别注意 这个温度上面变化 所以冷空气 在逐渐地在南下的过程当中 在今天的温度 还会在持续地下降 而透过雷达回忽度 我可以看到今天 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下雨的变化 因为有过云系通过 因此在大台北 桃源这些地区 都已经比较明显的 一些下雨的情况出现 我们也预估在今天到明天 持续受到 黄南雨去冬移的影响 可能有些水区 会持续地冬移 影响我们 因此 在今天到明天的下雨 来看 我们可以透过 降雨的趋势图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下雨的情况 主要分布在北台湾地区 这些地方 下雨情况比较明显 山区有一些下雨的情形出现 而整体的下雨情况 比较明显 如果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 尤其又有 今天的下半天 到晚上的时间 下雨情况 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中部以北山区 基隆北韩 有可能要注意 局部较大 也是出现的情形 明天下雨 会稍微趋缓一点点 不过在 银封面的基隆北韩 东半部地区 在山区可能 相对来说 雨势还是比较多一些 比较明显趋缓的时间 明天下半天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下雨的情况 比较偏向在银封面 平地地方下雨情况 相对是趋缓许多 而至于未来 这一周的下雨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周日跟刚刚前面的图 相比之下下雨是趋缓下来 周一因为转比较偏东南风 所以花冬有一些零星降雨 周二因为转比较偏西南风 所以南部有一些 局部的降雨出现 周三到下坡冷空气 下来的时候 东北击风影响 银封面地区 是比较容易下雨的 中南部山区 也要注意会有 局部下雨的情况出现 而至于今天清晨的低温 因为冷空气在影响 因此包含在 苗栗以北基隆北海岸 都出现8到9度的低温左右 我们也预估 像现在冷空气 持续的南下的过程 相当局今天会持续针对 台中以北 东北部跟金马地区 发布低温特报 也就是这些地区 可能都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 甚至在北台湾地区 10度出现的低温的时间 也是比较长一点的 而未来这一周的 温度趋势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周五周六 冷气团的影响 所以各地的温度 相对是比较偏低的 而在周日之后 冷空气减弱 温度是持续的回升 周一周二温度持续回升 明显要注意日夜温差 是比较大的情况 周二的时候 各地的高温 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 南部近山区 甚至可能出现 35度左右的高温出现 周三周四 因为受到晒波冷空气的影响 因此温度降得非常的明显 从前一天的高温 大概30度左右 降到北台湾地区 以白色的线为低 大概降到只有13到14度左右 中南部也是持续出现 逐渐降温的情形 因此未来这一周 我们要提醒的大家 就是冷空气有两波的影响 今明两天相对是比较明显的 属于强烈的温暖气团 周日之后 持续的回温 但周三之后 因为受到下一波冷空气的影响 温度又有在比较明显的变化 我们来提醒大家 今明两天 各地容易下雨 中部以北山区 基隆北海岸 要注意局部加大雨势 另外各地比较偏冷 台中以北 东北部地区 金马地区 要注意低温特报 此外 在今明两天 沿海风大 浪大 还有今天晚上开始到柔日清晨 高山要留意降水的情形 以上是今天上午最新的气象资讯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